南回改去年12月23号通车 但禁止大型的重机车通行 引起重机的车友不满抗议 日前公路总局则邀请了专家学者 以及大型重机车友一起座谈讨论 未来预计6月先施办开放通行 再评估未来开放的可行性 南回改安硕至草浦路段 去年12月23号通车之后 限制车种通行 目前仅开放3.5吨以下自小客车 以及游览车等车辆通行 几大车种必须行驶抬久物线 不过公路总局日前邀请专家学者 及大型重机车友座谈讨论 决议预计6月事半开放通行 整条路其实起起来的感觉 跟美景都非常的棒 路也是宽敞 还蛮适合的 也是希望就是赶快开放 事半开放目的 是希望能够收集相关数据指标 隧道环境对大型重机车歧视的影响 交通秩序的呈现 隧道安全以及隧道混合车流特性的影响等 预计大概6月的时候会事半 事半以后呢 随后会有一个6个月的一个评估 在6个月的评估完了以后 才会有一个确实的一个报告出来 就会比较详细的一个结果 南北改草部森永隧道将事半开放大型重机车 250cc以上行驶 预计事半期程约6个月 公路总局将观察事半的结果来决定未来是否持续开放 并作为台湾其他隧道路段的参考依据 这里讲解大人相报道